來關心老大人腳頭部的關節 退化用過都是要到人工的關節 現在是有心情的地靈減聽的機器 就像帶路機一樣 可以幫助醫生在出事的時候 正確來判斷骨頭的 要切的角度和要切的大小 環節的工具也比較細工 而且比較近好 讓我們的時間也會縮低 七十四歲的催生是在年齊 用傳統的風扇換到腳的腳頭部 十月底的時候 醫生該用地靈減聽機器來輔助 幫他換車腳的腳頭部關節 會讓時間比頭這次更緊 台灣電腦輔助國科秋水學會表示 新興地靈減聽機器 像GPS帶路機 讓醫生開桌的時候 可以用電腦在這裡判斷骨頭 要換多大地 這幫檢測患者是用心骨頭的麻煩 傳統上面是用人工的方式 就是醫師憑經驗或手術中的手感 其實手臂都可以幫我們做出 它的預設的一個規劃 它之後在手術中的時候 它要可以幫助我們做什麼 就幫助我們做切割 另外一個它可以幫助我們醫師 去規劃病人放置的角度 國科醫師說用地靈減聽機器 幫助換腳頭部關節 換這些空腿細 會讓時間跌 不過他也提起民眾 變相是要有訓練筋肉的習慣 加糖保護腳頭部關節 醫生提親要背上膝蓋有保健的習慣 如果感覺走路 還是背後推出很困難 民眾就要有經驗 兩天找醫生平衡 記者 麥尚營正拍文 打包伯德